欢迎收睇东夫即应 近来香港人兴起北上打边路 特别在吃麻辣火窝 看到汤底放满辣椒和八角 已经觉得很刺激和过瘾了 不过如果发现汤底比食肆多次循环再用 你又敢不敢吃呢? 之前安徽有一间火窝店 就被揭发把汤底过滤之后重用又重用 三年卖出6万5千个火窝汤底 不知道吃了多少人的口水尾 真是听见都害怕 其实口水油也好地溝油也好 有些东西一次都嫌多 好像十年前地溝油杀入香港 超过380间食肆中招 当时吓到香港人鼻孔都没肉 希望这个政府真是可以做实事 食安中心严谨把关 不要下下后知后觉 任由些重金属号和致癌立腸通街有得买 另一方面香港人三高问题非常普遍 近年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不少人注意健康饮食 挑选食油都会更加谨慎 我们东夫团队今次就找来盈可营养师 为大家解构食油陷阱 不少提供油炸食物的食肆和快餐店 为了节省成本 未必会每日更换新食油 同一锅油不断重复使用 变成万年油 到底食了以万年油制作的食物 对身体有什么害处 又可以如何识别万年油呢 食油经过一些高温的煮食之后 其实都会变成质的 这些万年油通常会有大量的自由基 就是会破坏我们身体健康的细胞 加速了我们身体的衰老 而这些食油亦产生了很多其他的发酷物质 而部分亦都是一些致癌物质 食油经过长时间和高温的煮食之后 都会引起了一些慢性疾病 包括心脏病或者是癌症的风险都会增加 一般来说只是煮过一两次的食油 当它不断翻用之后 油的颜色会变得很深色 啡蠍色 而且会觉得很均匀 而味道上都会闻到一些油液味 甚至有一些食油 会在油锅里面产生了很多的泡泡 代表它已经翻用过非常多次了 用铝油粉吸附用过的食油杂质 可以稍微延长食油的使用期限 不过铝油粉只可以滤除油中的圆浮粒子 令食油看起来比较清澈 到底用铝油粉有什么潜在风险呢 一般铝油粉的化学成分是植酸尾 它们就利用这种泥脂交换的特性 令到油炸之后的油粉 它表面上圆浮的一些物质 或者是色素等等的杂质 可以被吸附出来然后隔走 看下去会比较清澈的 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当油经过油炸 就算它用了铝油粉 其实只是表面的一些杂质可以去除 但是实质上变了质而引发的一些 自由基或者是致癌物质是没办法被清除的 一般来说铝油粉是一个合法的食品 添加剂来的 而有部分的报道指出 有机会铝油粉是这个重金属身的来源 而重金属身在人体来说会造成一个慢性中毒 会损害了我们的皮肤或者神经系统 有机会会增加了癌症的机会 除了要懂得避开万年油 各种食油所含的Omega 3、Omega 6 和Omega 9亦各有不同 到底三者的黄金比例是多少 对人体有什么帮助呢 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饮食 最容易缺乏哪一种脂肪酸呢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 Omega 3、Omega 6和Omega 9的 最佳脂肪酸比例是1比1比3 在我们香港人的饮食里面 容易缺乏的脂肪酸 很多时就是Omega 3 通常会来自于玉油、组油或者艳麻纸油 它是一种抗发炎作用的物质 帮助我们身体去减低一些发炎的反应 也有降血压的作用 Omega 6就来自于大豆油、葵花纸油、花生油、粟米油 主要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身体的细胞 有调治身体代謝的功能 也有助去凝血的 还有最后一款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9就会在橄榄油、牛油果油 或者苦茶油里面会找到它们 它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降低坏胆固醇 而我们身体有足够的Omega 9 都可以帮助维持心血管的健康 以及稳定我们的情绪 营养师还提醒大家 本身有凝血功能问题的人 要注意Omega 3的摄取量 而Omega 6和Omega 9摄取过量 就会导致身体有炎症反应 不利心脏健康 平时也可以买不同类型的食油 确保身体吸收到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达到一个均衡的食油摄取 至于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反式脂肪 虽然2021年食物内有害物质修订规例 已经在2023年12月1日起实施 明确禁止部分氢化油的使用 希望从源头消除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酸来源 不过只要是使用可高温油炸 植物油制作的食物 其实或多或少都存在反式脂肪 市民想吃得健康 除了要懂得选合好油 亦要避免煮食过程的油温过高 好了,今集东夫即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欢迎电邮或者致电我们布料热线 让我们为大家主持功道 下次再和大家东夫即应 拜拜 拜拜 有什么申诉就找东夫即应 他们会即刻回应 有什么申诉就找东夫即应 东夫即应 一定即刻应 有什么申诉就找东夫即应即刻应